记者洪晨洪高雄报道,美国总统轮船公司长期作用高雄港68、69号专用货柜码头即将到期,该公司看好高雄港今天签订许租10年租期有助于高雄港货柜量的稳定发展及巩固高雄港枢纽纽港地位。 签约仪式今天在美国总统轮船新加坡总部举行由台湾港务公司高雄港务分公司总经理陈少良与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执行长Nicolas Sartini代表签约。 美国总统轮船表示持续看好高雄港作为东亚地区转运基地将持续长期投资发展亚洲海运市场。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自民国67年起及经营高雄港专用货柜码头迄今是高雄港租用码头之三大外界航商之一,去年被全球第三大货柜航商法国达菲航运公司并购,认为持继有品牌持续营运。 台湾港务公司表示,这次双方签订码头长期租赁契约为高雄港巩固货柜量注入一记强新增将并持多年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提供码头设施及港湾优质服务。 新海运联盟重组后,达菲航运与长荣海运、中远航运及东方海外组成Ocean联盟策略合作,借由航线联营提升营运范围及作业效能。 台湾港务公司期盼借由此次签署码头长期租赁契约巩固Ocean联盟及美国总统轮船公司在高雄港的市场持续争取新航线及转口货源。